新展银行今天开放换新钞票的第二轮网上预约 但是网站上午一度出现了故障 不少顾客到银行的社交媒体账号留言投诉 据了解网站目前已经恢复运作 但是1月份的预约名额已经被订满了 记者徐永森报道 新展银行早上9点开放第二轮的新钞网上预约 直到2月5号 顾客必须在领取月的至少两天前预约 每名顾客只能预约一次 一旦预约成功 顾客可以从这个星期到2月10号换取新钞 不过网站上午一度出现故障 不少人在银行的Facebook页面留言 称无法选择预约时间或换取新钞的分行地点等 新展银行过后发贴文表示 由于顾客流量过高 一些顾客可能面对延误 并对受影响的顾客表示歉意 银行也指出 无法成功预约的顾客 可从明天起到全岛41个地点的新钞提款机 提取新钞和如新钞 年满60岁的年长者以及提倡人士 则可无需预约到各个分行换取新钞 银行也鼓励顾客考虑使用QR码红包卡 知识讯室的未经许可